这款游戏绝对是你见过画风最猎奇最黑暗的蔬菜游戏 番茄之道3上架已经快两年了 因为之前做了前两部作品的解说 所以说这次相当于也是一个填坑 但是为什么之前出来的时候我没有早点去填呢 原因没有别的 就是因为这个游戏刚出来的时候难度实在是太高了 当时我找遍全网甚至都没有一个人打通这款游戏 不过幸好时隔这么久之后 这款游戏的作者终于领悟了 他把游戏的难度下降了 一进入游戏主界面 你就能感受到他别具一格的气息 翻看一圈我们好像是坐在一辆车上面 其他的座位上放的是主角在游戏中会使用的一些武器 包括这艇大机枪 点击新游戏进入番茄之道3 游戏一开场就是一个老羊头在给别人写信 内容大概是哈喽我收到了你的信 我很高兴你找到了朋友们 但是不要适应他们 遵循名文影响对立面调整方向 不管你怎么警告我们 我都不认为蔬菜会带来什么影响 下一波浪潮即将来临 这次是胡椒 就写了这么一些让人摸不着头脑的东西 镜头一转来到了一只老虎面前 我跟大家说这个老虎他是个日本人 从他的穿着打扮以及他的语言就可以判断出来 但是他这个老婆明明是一只狐狸啊 两人现在正准备出门 一条仙人掌坐在黄金车的前备箱上面等着他们 虽然游戏里说这家伙是个仙人掌 但是我感觉他更像苦瓜 就这张脸真的很苦逼 就像吊哥一样 见面寒暄了两句老虎就直接上车了 接下来的这段路程是让我们来开车 但是大家可以看到这个视角明明是在汽车的后排 我甚至都不知道我的身份究竟是什么 没办法呢就往前开吧 大家可以记住方向盘上面这个像眼睛一样的东西 这东西好像跟游戏里的反派有什么关系 然后一边开车两人一边聊天 但是我们要注意最好不要撞到路上的这些猪头 倒不是说害怕交通事故 主要是可能游戏会卡住 仙人掌说我不相信那个博士 他对这份工作太生疏了 老虎说他就是个屁 这个屁指的好像是豌豆啊 我们现在最大的威胁是伊利亚 我早就提出要和他达成协议 但老虎说我不跟蠱虫打交道 没错如果大家对前作游戏有印象的话就会记得 伊利亚其实是一条乳虫 仙人掌开车到达了目的地 我也不知道后面这些猪头人是卡的什么bug 一个劲的往车上撞 接着老虎就跟仙人掌道了个别 哎呀仙人掌这个逼脸真的是越看越苦逼 但你们猜老虎他们准备去哪 我看这驾驶好像是要去做火箭呢 接着仙人掌拿起手机给约瑟夫打了个电话 告诉约瑟夫爸爸飞了 这个爸爸也许指的是老虎啊 约瑟夫说谢谢我会给你买个自行车的 哇塞你们看这个火箭他真的飞了 大家如果有印象的话就会记得约瑟夫是一个蘑菇头守木人 但是镜头一转 哎这个老虎怎么没有飞走啊 看来仙人掌背叛了老虎 就在仙人掌准备掏枪射击的时候 老虎卸下了他斯文的外衣 变成了一只彻头彻尾的四脚猛兽 他直冲到黄金车前一逼兜 把仙人掌给插死了 镜头再一转来到了一个哈士奇士兵的面前 今天怎么感觉背后有点凉啊怪怪的 你是谁 结果哈士奇就被蘑菇头轻松的干掉了 然后视角切换到了一个实验室里面 这里有个绿色面霸看上去像是个博士的样子 他也感觉到了好像有点不对劲 原来是蘑菇头闯进了这个实验室里面 博士问了一句 你干嘛 约瑟夫说 这里就问我的老板吧 而他的老板就是这个乳虫伊利亚 不得不说这玩意儿长得还挺别致的 乳虫说自己是这个博士的同事 这次他要来改变这个团队 邀请博士来参加这个极其危险的项目 你是不是傻子啊 你都说危险了 谁还答应啊 医生当然也想婉言拒绝 但是乳虫还给出了一个plan B 他直接钻进了博士的躯体里面 然后我发现旁边床上这玩意儿 不知道在抽什么风 不过我猜这坨黑色长眼睛的东西 他应该跟医生是一体的 时间来到25年之后 这个仙人掌真的是一点都没有变老吗 但这个仙人掌应该不是 之前那个死掉的仙人掌了 他闯进了大蒜教堂 大蒜神父所在的地方 这个神父呢 正在带教堂里的小孩子们做游戏 就是念经啊 祷告啊这些 仙人掌来了个暗中观察 顺便告诉大蒜 敌人正在前来 大蒜也知道了 敌人来的原因就是因为你这个仙人掌背叛了我们 大蒜神父的名字叫做马洛 而他就是我们主角番茄的父亲 虽然我不知道是不是亲生的啊 仙人掌听到番茄要来就想悄悄的溜走 接着敌人也找上门来了 这些都是群哈巴狗是吧 我们蔬菜家族既不惹事也不怕事 就在危急时刻 真正的主角番茄从天而降 他拿了一把透明水果茶当做武器 直接插爆了敌人的狗头 但是我必须告诉大家这个游戏其实还是挺有难度的啊 你跟这些敌人近身肉搏的话很容易被打死 还好新版本的难度下降了 之前的版本里打死我只需要一两下 现在他们不仅攻击力降低 而且我的回血速度也提升了 值得一提的是这个游戏里面如果捡到子弹的话就自动有枪 在这里我们就先捡一把现弹枪 轻松地干掉这几个狗头人 就不得不说这个游戏是披上了一层蔬菜外衣的暴力游戏 这个剧情跟看B级片一样 在死去的敌人身上竟然还有一封信 信上面写的东西是大蒜教堂 你没有看错 这玩意儿居然还是中文的 因为这个教堂的位置是在天上嘛 这封信好像是在告诉主角番茄要从这个地方跳下去 看把我们主角表情吓得一愣一愣的 那没办法我们就此告别吧老爹 其实大家如果对前作游戏有印象的话就知道 这个大蒜教堂在游戏的最后就像个火箭一样在天上飞 我们的这个主角番茄真的是准备从这个上面跳下去了吗 这可是火箭上面啊 这胆子也太大了 累了 再见吧 这个B世界 不得不说 还有点唯美 番茄之道3现在正式开始 接下来我们回到游戏之中 这一段又是20年之前主角的回忆 大蒜老爹直接拿起了一个空的塑料瓶子吹起了销 这感觉是一边吹一边喝 怪不得那些喝酒的人都喜欢说今天来吹一瓶 喝完酒之后大蒜对着主角说 安静的鲤鱼家族是地球一个非常强且值得信赖的保卫者 但是那些日子已经过去了 现在只剩下我的老师还活着 他又老又固执 而且只会说中文 最开始几年找他学东西的时候 我都不知道他在说什么 我们只能用手指和脚踢来交流 话说到激动处大蒜站起来 啪的开了两枪左轮枪 然后那场战争就来了 他也会从老师那儿学东西的 当时机成熟的时候 这个他指的应该是番茄案 伊莉亚 烈酒会杀掉你 我比岛上所有我的兄弟都活得更久 所以我会比你也活得更久 大蒜的这道话听起来像是对乳虫伊莉亚的一种回击 时间回到现在 番茄像一个超级英雄一样 直接下落到了一个寺庙里面 手上还拿着这把水果叉子 在这个寺庙里面 我们就可以见到大蒜的师傅了 但是新版本目前在这里似乎少了一段剧情 我记得玩这个游戏老版本的时候 是要跟这条急于对话的 对话完了 周围就会有很多拿着50刀的狗子来砍我们 并且同时还有哈士奇狙击手来狙击我们 数量其实是非常庞大的 如果我们自己去砍的话非常麻烦 但是这里有一个技巧就是 哈士奇开枪是会打到他们队友的 所以利用这招我们成功的耗死这些敌人 解决掉这里的敌人之后 我们就可以跟这条鲶鱼对话了 我恨这些日本狗 这个日本狗不是我说的 是这条鲶鱼说的 但听口音来说 它说的既不是英文也不是中文呢 这条鲶鱼责怪我们空手而来没带礼物 但是我们主角番茄表现出了非常尊重友好的态度 于是鲶鱼告诉我们 只要给它带回来关于他们家族秘密的卷轴 就可以叫我们武功了 好的我一定会把它带回来的 接着这个寺庙的大门就被破开了 其实我们现在就可以直接离开这个寺庙 这些怪物都不用打的 可以看到这个寺庙的名字就叫做安静的鲶鱼 那为什么到最后只剩这条鲶鱼呢 然后我们可以在寺庙周围非常隐蔽的地方 捡到机枪子弹100发 捡到子弹就相当于拥有机枪了 接下来我们就可以离开寺庙直接下山 然后你会发现这个地方其实还真的挺高的 光下山你都要下个好半天 而且下山之后天就突然黑了 主角来到了一个荒芜的盆地里面 在这里开始会遇到一些比较强力的敌人 比如路边的这个机器人 但是他并不是我们在这里真正要打的 在盆地的边缘我们可以看到老朋友约瑟夫在这里 但是此刻我已经分不清他到底是敌是友 我记得蘑菇是在夜晚成长的 所以说他大晚上在这看书好像也合情合理 跟他对对话可以知道他就是在这边玩耍度假之类的 然后我们就可以打这个盆地的boss了 这个boss实际上是一个扭曲竖精 他会使用他手上的鞭子抽你 我们打他的方法首先是砍他的腿把他砍倒 同时要担心他抽你大逼兜子啊 而且这些战斗机器人可能会在旁边帮他的忙 现在这个版本感觉难度降低了很多 之前他随便抽两下就把我抽死了 现在还能多扛一两下 如果你第一次打这个树的话 你就会像一个无头苍蝇一样 他的弱点只有一个藏在他身体的裂痕里面 而且必须要有光才能看见 你需要给这个树修脚 然后等他倒在地上的时候 用子弹狂射他凤里的眼睛 或者用这把水果叉子去砍他眼睛也可以 只要找到这棵树的弱点很快就可以把他打倒了 打倒这棵树之后我们就可以拿到所谓的卷轴 那这个卷轴究竟是什么东西呢 啊这是 这不是一个录像带吗 而且这个录像带的名字叫做成龙的双打失败 怎么还跟国际巨星龙叔扯上关系了呀 然后我们的主角就一边做深蹲 一边研究这盘录像带 看完卷轴之后 这个鲶鱼还会问我们 安静的急于知道是什么 安静的急于知道是血腥的痛苦的 答对了 那生活中最美好的是什么呢 不得不说这个回答多少是有点无厘头了 然后接下来鲶鱼就开始教我们主角武功了 并且告诉主角邪教组织已经动用了他们的力量 我们要尽快行动 好吧那就现在开始 游戏进行到这里 是我们游戏主角番茄的成长经历 这个游戏真正有难度的地方 就在后面和敌人对战的这部分 那么本期视频我们就先到这里 下期视频就是番茄之道3的结局 没发生 within 这段时间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